有的基金 基金 然后定存 有小朋友 所以需要比较保守的方式 投资他们 可以啊 买保险而已 多数ETF 比较稳定一点 可以稳定的零股息 当然也有一些个股 少量 债券配置一点 为了家庭 更为了退休生活 几乎爸爸对投资理财 都有自己的一套 根据调查结果 在退休金准备 是否充足的议题上 家有长辈 下有子女 需要照顾的 46到50岁的三明治世代 最为担忧 比例高达87% 其次 为25岁到35岁的年轻男性 因为除了需要买房买车外 那未来如果要筹足家庭 也都是需要钱 现在的话可能会去买股票 之前 可能学生时期的时候 都比较偏吃喝玩乐 比较多 就可能旅游啊 然后购物啊 就是比较 就是偏比较没有规划 我觉得是娱乐 去潜水吧 或是坐爬山 从南海到爸爸 消费习惯改变都是为了家庭 而在投资行为方面 调查发现男性 百分之六十五以股票为主 而百分之五十二以ETF 而百分之四十五是台币存款为主要的投资工具 如果要退休之前 如果有自己的房子 那以后生活的压力会比较轻易 那基金就是有管理人啊 那基本上只要比较优势的基金 那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去管理 人均寿命延长 而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 如何理财撑起一个家 考验着每个家庭 三立新闻中云瑞杨紫玉台北报导 三立新闻中云瑞紫玉台北报导